今天是2024 5月1號 禮拜三 也是民國113年的5月1號 禮拜三 今天感到很榮幸 邀請 我們警大國進系移民組891的林毅如 林同學他大事 他現在很忙 準備移民特考6月的時候 擺盲之中邀請他來跟各位嘉賓介紹一下他的畢業專題 國進中央警察大學學士班4年次 國進警察學系專題研究報告 台灣地區五戶級國民法規跟權益的探討 他要找我指導 我覺得這個議題還蠻不錯的 他是政科四年制891移民組的林毅如 他今天介紹的題目就是 五戶級國民相關的法規 還有五戶級國民的權益的探討 毅如你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參考的資料 你大概看了哪些資料這樣 然後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研究的內容這樣 那我們就請毅如同學 他六月要考一評特考 百忙之中抽空來跟大家介紹這個議題 那毅如你先介紹一下你的參考資料來源 好 然後再針對內容 檢要報告 差不多四十分鐘這樣 三點半以前結束 好 我們的參考資料有 2013年楊翹楚學者所做的 台灣地區五戶級國民問題之探討 然後在中央警察大學 警學充看 這不要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第二個是 林漢周周玉琴跟 鄭玉琴跟李毅廷 學章節所做的那個 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或澳門居民及台灣地區五戶級國民在台停留居留等群議很平比較研究的報告 然後第三點是 就是內政部移民署網站的台灣地區五戶級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規定的修正重點 然後第四點也是內政部移民署網站的 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然後在網路文獻的部分 何與潮 對 然後他就是有在介紹他的國籍跟戶籍的區分 跟中華民國國民身份的解析 那第二點是在描述就是林書豪 他也是具有就是中華民國國籍 那他的兵役的問題 然後第三點是參考維基百科有關中華民國國民的一些權利義務的探討 然後第四點就是 來自於內政部網站的 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三讀兼顧人權保障及社會安全的一些議題 我的研究目的跟動機是因為 就是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算是我國比較特有的人別分類 就是在其他國家是看不到的 那我在研究的期間又剛好遇到那個露出國籍移民法的修法 然後對無戶籍國民的權益都有一些影響 然後所以就就此來做這份報告來分析 然後第一解釋名詞的解釋 然後依據移民法第三條第五項的解釋是 台灣無戶籍國民只未曾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僑居國外國民集取的回復我國國籍 尚未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然後由此可知我們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跟我們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的差別就在於國籍的有無 然後根據國籍法第二條第一項的解釋如下 就是你中華民國國籍歸屬第一項是出生始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第二項是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為中華民國國民 然後第三項是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 然後第四項是規劃者 然後這個產生的背景 就是國籍與戶籍是兩個概念 然後我們國籍可以用來區分區別 就是居住台灣設有戶籍國民以及無戶籍國民 那戶籍的話我們則可用來區分我國國民跟大陸地區人民與港澳居民 在身份定位的部分 我們可以將無戶籍國民就是大約分為以下的類型 一如你旁邊你介紹一下你的資料來源 第二個 嗯就是 這是 第二個是不是 我學者所做的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問題之探討 然後 這是第一項就是國民移居海外之後代 比如說這是知名籃球的運動員林舒豪 他就是出生於美國 但他的父母是 唯一居美國 具有算同國籍的台灣人 所以他也因此取了國籍 然後第二項是規劃者 然後完成規劃程序自取的我國戶籍前 有國籍、無戶籍 就是屬於一個無戶籍國民的階段 他在申請定居之前 都是無戶籍國民 然後第三項是恢復國籍者 也是處於一個就是 有國籍、無戶籍的一個中間的一個階段 然後 第四項就是 比較特殊的原因 像是氣因 然後這裡要注意的是 他父母要不可靠 或是均無國籍 如果說是 移工 已經知道是移工的小孩的話 然後知道移工的國籍的話 那他就沒有辦法取得 就是我國的國籍 然後第三章 就是在講一些停居留跟定居的規定 然後 在停 在停留方面呢 就是 就是 依照移民法第八條的規定 就是他停留期間 就是 原則為三個月 如果必要 必要的時候 欸 必要時可以延長一次 然後一次也是三個月 總共六個月 然後 特殊延期 就是 他已經超過了那個延期 就是 就是 停留的 最高的 限制的時候 他有下列的情形 的時候 可以再 申請要停留 增加停留的期限 然後 第一點 是 懷胎七個月以上 或生產流產後 兩個月未滿 然後 第二點 是 罹患疾病 住院或懷胎 出國有生命危險之餘 然後第三點 是 要比較注意 是這次有修法的地方 他把 就是 配偶 直系血清 三清等內 的盤系血清 還有二清等內之 陰清 原本是有規定要在台灣地區 設有戶籍 那修法之後 把這項規定給改掉 就是 不一定要在台灣地區 設有戶籍 然後 他們在台灣地區 患重病或受重傷 而住院或死亡 本來要戶籍 對 本來規定要戶籍 然後 第四點 是 遭遇天災或其他 不可避免之事 然後 第五點 是 人身自由依法受拘束 然後 再來是 拘留的規定 然後 第一項 就是 指 醫親 還有 收養 就是 因收養而發生 親屬關係 然後 第二項 也是 修法的內容 介紹一下 第二項 修法的 在國外出生 出生 使父或母為 居住台灣地區 設有戶籍國民 然後 它這裡就是 修法就是 就是 規定的比較詳盡 就是你如果出生 與父母 父或母死亡後 然後你 父或母死亡 使為 居住台灣地區 設有戶籍國民的話 你也可以 就是 來 依親 依親居留 然後 工作的話 就是 欸 就是要配合 那個 救福法的規定來 看 然後 密執的話 也是 就是配合這個 居留定居 辦法 然後 再配合那個 移民法的那個 巧聲 然後 這個也是移民法第九條 的規定 然後 在投資的部分 要注意 就是 不同人別 就是在 投資的金額 的方面都不太一樣 像 無戶籍國民的話 是以前 那 港澳居民在 定居 欸 不是定居 居留投資的 金額 規定是 六百萬 那 在 在外國人的話 他是 二十萬美金 但是在永久居留的部分 是 一千五百萬 然後再來是 就是特殊貢獻 跟專業人才 也規定在 移民法的第九條 還有其他室友 其他室友簡單介紹一下 喔 好 欸 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第三點 因為他也是修法 原本 是 就是 這個五年 原本是七年 但是 就是 配合跟那個 外國人比較的那個 橫平性 覺得要給 就是 戶籍國民五年 才是比較公平的 然後 在 定居的部分 在 移民法的第十條 規定 哪裡是修法的 欸 這個啊 好 定居 有沒有修法的 嗯 我看一下喔 慢慢看 好 喔 這個 二三四項 都是修法 欸 一向有修 那你就修法那部分報告一下 呵呵呵 好 然後就 前條是指第九條 然後他們的 就是 申請人跟配偶 未成年子女 就是 你在台灣 喔 這個 這個 要居留 滿 一年 且 就是 要滿 335 然後 二年 270 跟 五年 183 這個 就是有修法的部分 跟之前不再 不太一樣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 就是 前條第一項的二款 四款 跟八款 就是 不受這個居留期間的限制 然後 二款呢 就是 就是 那個 僑居立法委員 然後 第四款就是 就是 海外出生的那個子女 然後 然後第八款就是那個 這個是那個 特殊貢獻 專業人才 你變得很熟嗎 嗯 沒有 然後再來 第二項是 在國外出生之未成年子女 入兒 你持 外國護照入國 然後 出生時父或母為 居住台灣 社友戶籍國民的話 也可以 就是 申請 定居 然後 在國外出生時我國護照入國 出生時其父或母為居住台灣地區社友戶籍國民 以及 第四項的 在國內出生未辦理出生登記 出國後 持我國或外國護照入國 出生時其父或母為居住台灣地區社友戶籍國民 然後 這 然後 第二項就是說 不需要具備 就是規定的要件的有 就是 移民法第十條地項 但書 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 那個 立法委員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海外出生的那個子女 還有那個 高級專業人才 跟那個特殊貢獻的 去滿一定的期間的限制 欸我看一下 我也沒有講錯 欸對 就是這個 第八項好像是專業人才 嗯 然後 移民法第十條 第四項 就是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就是如果於居留期間 遺親對象死亡 或遺親對象離婚 其 為 其 他有未成年子女 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 且行使或負擔 該子女之權利入伍 而且已經居留滿一定期間 雖然他的那個遺親對象已經死亡 但是他人可向移民署申請定居 我覺得這個以後可以修法 這個部分他是養小朋友 對不對 他如果養老人 養他的爸爸媽媽 有實際的那個 他爸爸媽媽年紀很大的 那他有在養他的話 有在校養他 是不是應該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他們現在都 大家都重視小朋友 那老人好像都不重不重視 可是 事實上校養父母的福報很大 對 一如你知道吧 他是養小朋友 那時候他 他爸爸媽媽 他一親對象死亡 一親對象離婚 然後無幾國民他 他有他爸爸媽媽 或是說 他的爸爸媽媽 他現在是有小朋友 我們才讓他定居吧 對不對 但是如果他 他爸爸媽媽年紀很大的 沒辦法工作 他要常常在他去看病啊 這個是不是校養他 是不是應該考慮一下這一點 謝謝 好 謝謝 未來修法 好 然後再來是不同人別的比較 然後這個表原本是由 就是 就是移民署的報告來整理 那你繼續吧 好 因為這個 這個表 就是有 會整了大陸地區人民 外國人跟 香港澳門居民 所以就 你從停留 然後這五戶幾國民是怎樣 大陸人民 外國人香港 等一下不用一個字一個字 大概他們的差異在哪裡 點一點就好 就是大陸地區人民的話 他在 進來停留的話 他的規範比較多 他要 就是符合這些 這五個項目 就是 社會交流 專業交流 商務活動交流 醫療服務交流 跟專案許可的話 才可以就是 申請進來 那這裡是 對 然後 就是 參照那個大陸 就是 進入辦法來看 然後 如果是 外國人的話 就是移民法的規定 然後 在 在 港澳的話 就是 看那個 港澳的許可辦法 一般延期 再來就是一般延期 嗯 很多欸 這是 一個一個講嗎 天 挑你有興趣了 好 特別 特殊延期 特殊延期 你不然你就介紹一下法 特殊延期 哦 就是這個可以比較一下 就是他們特殊延期的 就是 相義之處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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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 注意到 就是 他們的這個 第三點 就是 剛才吳戶吉 國民那邊 也有 介紹到修法的部分 就是把 虛在 就是 虛在台灣地區 設有戶籍的部分 給刪除掉 但是 在 在 大陸地區 人民 跟港澳居民 這個 部分 的話 他們還是保有這個 在台灣地區要設有戶籍 才可以符合這個規定 那 五戶籍國民呢 我戶籍國民就是修法的時候 已經把這個給 就是 修正掉了 哇 你比較很細心 那我現在請教 你拉上來 為什麼對外國人這麼寬容 對大陸人 跟對港澳這麼嚴格 嗯 這是因為我們就是 比較屬於一個特殊的 那個兩岸的關係 就是一個 一個政治的 需要 所以對於 就是大陸人跟港澳人 都會相對嚴格一點 然後 基本上就是 對 五戶籍國民 應該是優於 外國人 然後再來才是 港澳跟 大陸地區人民 然後 疫情方面 你可以介紹法療地區 好 自己再慢慢看 然後 疫情的部分 就是 哦 這是大陸地區人民 直系血清的話 是 沒有在疫情居留的部分 看長期居留 這是什麼意思啊 直系血清五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在 疫情居留的部分 就是沒有規範到 直系血清 直系血清是 直接去 就是長期居留 就是有 開始有規範 然後 疫情的話 就是 配偶就是可以 就是 從那個兩岸條例 第十七條 就是團聚入台 然後 後面繼續 疫情居留 長期居留 跟定居 然後 外國人的話 就是 依然是 按照移民法 然後 就是 這個就是疫情 這是疫情 我國的 這個 我好像沒有把修法的部分 打進去 反正修法 會比較詳盡 然後 這個 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依侵外國人 那他應該還有一個 就是 依侵那個 大陸地區 人民的部分 港澳 港澳 然後第一款就是 你是 依那個 直系寫清 就是 依那個台灣 地區的人民 然後還有這個 然後他是 直系寫清 或配偶 然後這裡也有配偶的部分 工作也可以介紹一下 工作 嗯 工作的話 這個 大陸地區人民 他們的這個規定跟 食物好像不太 就是他食物好像其實是 沒有在台灣 是免法在台灣 地區工作的 立法院還沒開放 嗯 雖然他這裡其實有規定 那 不做準備了 然後在 在移民法的部分 就是 有規定到那個 外國人的工作 然後你就可以 就是 也就是從那個 配合那個 就業服務法的部分 就是來看 然後他還有就是 喔 這是作業服務法的 規定 然後還有 下面還有就是 講到那個 那個外 外 就是人才專法的部分 也可以 就是去看一下 然後還有就是 也是 就是工作也可以讓 他們的那個 家屬來 就是水桶 然後 然後在港澳的部分 然後就是看那個 港澳學科辦法 然後他也有那個 就是 救服法的適用 然後 就是他也有適用那個 人才專法 然後密職的話 就是 就是找工作 然後可以就是 參照外國人 就是 停留 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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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就學的 就學的話 外國人可以 參照那個 外國護照 簽證條例的 施行系 還有移民法 還有移民法 第二十二條 然後港澳的話 就是看 港澳學科辦法的 第十六條的部分 這就學的規定 投資可以介紹一下 投資 嗯 好 不用一個字 一個字 然後大陸的人 就是大陸地區人民 沒有這部分的 就是規定 哦 他在停留的地方 有 但是在這裡沒有規定 然後 如果是外國人的話 那他的金額 是二十萬美金 那一千五的部分 是在 一千五 新台幣是在 用 申請永久居留的部分 那 港澳居民的話 是 新台幣 六百萬元 以上的 投資 然後 剛剛有講到 那個 無戶籍股民 是 一千萬 哦 對 哦 你是做這個比較就對了 好 嗯 然後在特殊貢獻 或專業人才的部分 就是 大 就是 在 大陸地區人民的話 這部分是定於 就是長期居留 然後 外國人的話 是在 永久居留 那部分有規定 然後在 港澳學科辦法 第十六條的時候 有 就是有在這方面做規範 嗯 然後其他 室友可以在 就是我國居留的話 就是 大 大陸地區人民沒有這方面的規範啊 外國人的話 可以看 移民法第二十三條 的部分 嗯 就是 基於外交考量 經外交部專案 核准在我國改換居留簽證 和移民法第二十六條的 的 的 規定 還有 外國人 停居留永續辦法 然後 港澳學科辦法 第十六條也有規定 嗯 嗯 就是其他室友的部分 嗯 就是 嗯 嗯 然後再來 永久居留 跟長期居留的部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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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從那個兩岸條例 就是連結兩岸條例 第十七條跟第四項 嗯 第四項 然後下面這些可以就是 有專案的許可 哦 這是社會考量啊 嗯 母法裡面有什麼 政治考量 政經社 教科文 政治經濟 社會 教育 科技 文化 這是社會考量啊 哦 對 對 然後這下面就是 這裡都是疫情的部分 嗯 然後 外國人的話 就是 在 他的永久居留是規範在移民法第25條 嗯 然後下面就有規範就是 就是 他居住的 要滿 要滿多久 然後跟他的那些 要件 嗯 要符合這些資格 然後在那個 人才專法 也有規定就是疫情的部分 嗯 然後港澳 港澳居民就沒有 這樣的規定 疫情沒有規定 對 哦 然後 投資的話 就是 就是 大陸地區人民是已經在那個 停留的地方 就是 才有規範投資 那 港澳的話 是剛剛在居留的地方 就是有 那個 600萬 那 這個 外國人的話 他 在25條 移民法第25條 的時候也有規定 嗯 然後 對 然後在 他的 居留 永居辦法的話 就是 也有規定就是 他的這個金額 是要 滿 1500萬 然後 就是特殊貢獻 或 專業人才的 那個 大陸的話 就是 殘居 然後他 這個 這個 法條 依據是 兩岸條例的 第17條 第4項 還有 居留定居 辦法的 的 十九條 這個是經濟 這是經濟考量專案的部分 然後下面還會有教育考量 跟科技 政經社教科文文化 文化 政經社教科文 政治經濟社會 教育 科技文化 政經社教科文 然後 特殊貢獻 或是 人才 外國人 就是 永久居留的部分的話 在移民法第25條 第三項的話 就是有規定 得向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然後 港澳就 沒有這方面的規定 然後規劃或定居 規劃就是外國人的部分 那其他 港澳跟 大陸跟港澳就是 定居 然後 大陸地區人民的 他們定居的那個法條 依據是在兩岸條例第17條的部分 然後 要符合 下面的要件 那外國人的話 他是要先規劃的 他不能直接定居 他就是要先規劃再定居 然後要注意的是 如果他是規劃的話 那他就會 規劃完的話 他就會變成 那個 五戶籍國民 然後他才能用 就是在用 五戶籍國民的身份 來 就是 按照那個 移民法第十條的部分 來申請定居 先總換成五戶籍國民 對 因為他規劃的話 他就會 取得 就是 就是要放棄他自己 就是 放棄他原本國的國籍 然後取得我國國籍 但是他還沒有設立戶籍之前 他就 就是五戶籍國民 高科技人才 可以有雙反國籍 對不對 嗯 繼續 欸 這是在 喔在這裡 然後在 港澳 港澳的話 是在學科班法第29條 有規定 定居的情形嗎 嗯 然後下面就是 在更細項的分 就是 這是一清 這是一般的規定 然後是特殊的依親的部分 還有其他的部分 這是比較特殊的 室友 然後 在第五節 權利與義務的方面 就是 無戶籍國民 就是有什麼 權利或義務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喔然後 憲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然後也是 國家法律的最高規範 然後就是 就是還有 民定人民 就是 應該享有的權利 還有人民應進的義務 那無戶籍國民 就是跟 究竟有沒有這些 權利義務的適用 然後 先來說一下 這個 定義 就是憲法第三條說 聚中華民國國籍 則最後是為 中華民國國民 然後 然後這個部分就是說 擁有我國國籍 就是我國國民 然後 憲法第二章又規定了 人民的權利義務啊 然後 就是 它用的詞是人民 那人民 是什麼 人民就是 組成國家要素之一 是指 構成國家統治之對象 同時 同時相由國家所給予之權利 並富有 應進義務之全體民眾 那 我們這個 這個憲法規定的人民 跟無戶籍國民 再 欸 老師你這個是 可以暫停一下嗎 那 那一如再幫忙 你就是 針對你改的部分 你再繼續 那個 口頭 報告 好 就是 就是 無戶籍國民是否適用憲法 總所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 然後 我所做的討論就是 因為 就是依據移民法第三條第五項的解釋 是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是未曾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的 這個 僑居國外國民 及取得 回復我國國籍 尚未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的國民 其中 未曾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 這是僑居國外國民 與我國 並不一定有那個緊密的關聯性 就是 例如那個海外出生自我國移民的後代 就是 其取得我國國籍的 方式是 被動的方式 因為我們 國家是以俗人為主 然後 生來及擁有 並沒有 就是他意願的考量 然後 你沒有讓他 就是一開始 你沒有讓他選擇 然後他又 處於一個我國主權 如果他是 就是 僑居在國外 他又處於我國主權 難以直接觸及之地位 所以 就 很難說 他是 唯一我國 我國 就是國家統治之對象 所以他 就是 不完全符合 憲法對於人民 的那個概念 所以他就 所以他 所以他 無戶及國民與我國 就是憲法直接規定的那個 人民權利義義務 就是 有 有所 有所區別 你這個職業從哪裡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 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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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繼續 然後 無戶及國民權利義務 的話 就是 選舉 選舉權在 總統 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 就是有規定 現在有沒有改成十八歲還是二十歲 現在有沒有修法 現在有沒有修法 欸 沒有 現在你先接到二十歲的好了 我不確定 因為這個應該是我自己去找來的 喔 對 所以還是二十歲 應該是二十歲吧 但他們現在不是說要變成十八歲 下降到十八歲就 那個有過嗎 還有實施的嗎 喔 不曉得 沒關係 好 然後 第十二條第一項就是 就是 下列條件就是為選舉人 就是你要在 你要在 就是 中華民國 就是涉及六個月以上 就是總統副總統的 然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話 也有規定 就是還是說滿二十歲 然後 這個就是跟 跟那個總統副總統不一樣 這也是涉及四個月 嗯 比較短一點 嗯 然後再來被選舉權的部分呢 然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條地下有規定 就是你要在 就是在 中華民國地區 繼續 對 居住六個月以上 然後 而且要成涉及十五年以上 然後你要年滿四十歲 才可以登記成那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然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四條一字三項 就是有規定就是 你要選舉不同的那種公職人員的話 你需要滿足的那個你的年齡 然後你是 喬居國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三歲 在國內未曾涉及 或已將戶籍遷出國外連續八年以上 你可以登 你還是可以登記為 這是那個全國副 副分區 副分區跟 喬居國外國民的立法委員 這個喬居國外國民候選人 在應考試的部分 在那個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就是有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 然後你就可以來參加公務員考試 然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一如我現在請教 你這些有沒有包含五戶籍國民 這些都是五戶籍國民 喔都全藝 喔是是是 好繼續 然後第一 對因為他都 他都就是 因為 他寫國民 對 他寫國民 因為五戶籍國民原本就是國民 也是國民 對 然後再來福公職的部分 國籍法第一 第二十條規定 就是你如果取得外國國籍 所以你就 你就不能擔任 就是中華民國的公職 如果你已經擔任著 就是你除了 立法委員有立法院 你就是 喔你就是有 分別由各個機關來 解除公職 對解除公職 但就是有例外的 比如說這個公立大學校長 公立各級學校教師 兼任行政主管人員 就是後面這些 可以擁有收藏國籍 嗯 就是在這個 淡數的例外部分 還有 有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 附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人員 各機關專事技術研究設計工作 而以契於約定期聘用之非主管職務 然後 巧務主管機關 依組織法 林聘警工諮詢之無極之委員 譬如因為時間限制你 旁邊跳到 結論跟建議嗎 呃好 不好意思 快到了 抱歉 不會不會有機會再繼續 有機會的話 好 再結論 結論 結論 就是 戶籍國民就是前面有說 就是我們 五國特有的人別的分類 他雖然屬於我國國民 但是與一般社有戶籍之國民 就是跟外國人都不一樣 然後就是 就是 根據比較他 就是 戶籍國民 還是 還是我國的國民 那他 在台的限制跟福利 應該要優於就是其他外來人口 就是 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 及 港澳地區人民 然後 然後應該要 就是 會次於就是 在台灣 設有戶籍的國民 然後從此次移民法修法的話 就能發現 五戶籍國民 在 他來台跟在台的限制 規定有放寬的趨勢 然後也有考量到 橫平性的問題 修正 無戶籍國民 相較部分外籍人士 較不利的規定 然後 再來建議的方面 是我國 國籍之歸屬 以屬人主義為主 然後許多無戶籍國民 就是以被動的方式 來取得我國國籍 這導致部分 無戶籍國民 就是不認為自己 為中華民國國民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 就是 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就是有些人甚至會到 就是 他到了 自己要 可能 有機會要來台灣的時候 才發現自己 原來是無戶籍國民 然後 代表我國國籍的擁有 不一定 就是代表 國家認同 然後可能隨著事件的 那個推演 橋區海外的無戶籍國民 的後代 就是與我國的關聯性也會減弱 所以我認為在對無戶籍國民放寬 限制與鎮定福利的同時 應該要思考這個制度的一些轉變 好 好 那非常感謝 一如你的報告 你報告得非常精彩 那 因為時間的有限 那我們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謝謝你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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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